老师想不想听一下,关于下楼梯的安全教育 妈妈,你说一下吧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,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从很高的楼梯往下跳 结果跳下来之后,他买勺直接撞到他 妈妈,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整个后脑都出血了 后来还是其他人看到,才把他送去医院 妈妈,我知道了 在楼梯上千万不能从上往下跳 要走下楼梯才行 第二个小男孩,把扶手当成滑滑梯了 于是他就坐到扶手上慢慢滑了下来 妈妈,那他后来掉下去了嘛 后来也摔下去了 妈妈,我肯定不会在扶手上滑滑梯的 第三个小故事,是两个小朋友在楼梯上飞来推去 一个小朋友,把另外一个小朋友轻轻推了一下 三个小朋友就从楼梯摔下去了 哇,这个我知道,在楼梯上我肯定不会撕小朋友的 那妈妈,我们应该怎么下楼梯呢 我们应该抓着扶手 跟一起下楼梯的小朋友保持一定的艰巨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